都说最怕英雄陌路,美人迟暮 韩国演员金泰西最近就对年龄的数字比较敏感 日前,电视剧书胜王羲之在山东举办了关机仪式 在剧中饰演王羲之夫人的金泰西要从少女演到50多岁 甚至还要老年扮相出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金小姐的余伟文是新闻热点 访问期间,任何与年龄相关的问题 全部都被她的翻译小伙伴自动过滤掉 据小编近距离目测 34岁的金泰西保养的其实相当不错 即便大笑的时候会有一丢丢肝纹 也并不影响女神气质 其实对不少喜欢金泰西的中国粉丝来说 余伟文神马的真真不是个事 而近两年为了和中国粉丝拉近距离 金泰西也明显加快了在中国发展的脚步 说起中国的城市和美食 她也是头头是道 虽然很多地方都是比较漂亮 而且也都喜欢 但是可能让我说的话 因为对我来讲的话 是上海比较熟悉一点 然后上海因为有很多一些美食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但是其他城市我也都非常喜欢 喜欢花果 喜欢花果 喜欢火锅 其实韩兴如今到中国捞金 已不仅是餐饮影视剧这么简单 代言 见面会 甚至真人秀节目都一个不辣 这部韩国演员邱思炫 最近就参与了某真人秀的录制 不知道计划全面进军中国市场的金泰西 有无此意呢 随时希望中国这边给我邀请 因为本身对那些都非常有兴趣 但是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参加过一些 所以不太了解自己会在那边是以什么样的形象 但是希望有综艺节目 或者是有那种机会的话 希望参加 土豆娱乐 偶逆还是美美的 林一报道